Hello 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 我之前不是出了试码2470 2.8DGDN的视频 很多人对这个镜头非常感兴趣 但是由于现在比较缺货 大家都买不到 但是市场相同价位的话 7888块钱 你可以买到索尼的24105F4这个镜头 所以很多人就在问我说 我如果用索尼相机的话 我到底是选择24105F4 还是选择2470 F2.8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拿试码这个镜头出来 是因为这个镜头翻车了 然后我拿给试码去售后维修了 但是他们这两天 整个公司全部放假到日本去玩了 到时候才回来 所以10号以后 我才能够拿到换新的镜头 暂时今天就先拿这个腾龙的2875 2.8 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选择这两个镜头的 首先来说 之前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2470 2.8 大部分都在1万多块钱以上 那么跟一个7000块钱的镜头 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 大家不会困惑这一点 能困惑最主要就是因为试码这个镜头 跟2470 F4价位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一个是他们焦段不太一样 24105和2470 一个是光圈不一样 一个是2.8 一个是F4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他们两个镜头的焦段 是非常相似的 2470到24105 如果真的用过这两只镜头 去拍过照片的话 不管你是拍活动也好 你是出去旅游也好 正常来说 你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到 这个70毫米跟105毫米端 是有多大的差别 你会很清楚知道 自己需不需要105毫米 这个焦段 我个人在平时的使用体验下来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是不需要105毫米 这个焦段的 因为我在外面去拍活动也好 旅游也好 我发现如果是拍人像的话 105毫米就会站的比较远 对于我来说 85毫米以上的镜头 距离被摄对象 拍人像的时候 就已经很远了 你跟对方说 要调整姿势的时候 已经要开始扯着嗓子吼啦 所以其实交流 沟通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觉得70毫米端 是一个日常拍摄人像 一个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焦段 同时的105毫米端 对于整个空间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你在一些 比较狭窄的地方去拍摄的时候 105毫米其实是有点长的 那么拍摄活动方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 大部分情况下 105毫米端 是一个比较鸡肋的焦段 其实你105毫米 能够拍到的东西 70毫米你也能够拍摄到 你无非就是往前走两步而已 那你105毫米拍摄不到的地方 70毫米也拍摄不到 所以其实这个105毫米 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会场比较大的话 可能你用一个70到200毫米 这样的镜头会更好一些 更方便一些 然后说从光圈上来说 很多人说F2.8和F4 就差一档光圈 其实也没有差别多大 但是它区别就在于 我在大部分的拍摄的情况下 会发现 如果你用F4光圈的话 你正好会用到ISO6400 但是如果你用2.8光圈的话 你这时候ISO是3200 大家都知道 全画幅相机的话 6400和3200 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 解析力 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有个比较大的下降 跟ISO400到ISO800 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2.8光圈 对于我来说 相比于F4要更重要一些 我个人用的话 会觉得加长的 105毫米的焦段 没有什么用 但是2.8光圈的话 它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广角端的话 也是F2.8 它整个焦段 都可以给你提供 更大一档的进光量 整个的画质 会让你更好一些 你比如说拍摄 运动的题材 1千分之一的快门速度 和5百分之一的快门速度 你可能在拍摄一些篮球 或者足球的时候 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你可能5百分之一 你可能拍摄出来 就有点糊 但是1千分之一的话 就可以定到对方 并且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市面上的24105F4 这个镜头 在F4光圈全开 情况下的画质 它肯定是没有办法 跟F2.8光圈的2470来比的 至少我用过 索尼24105F4 它相比于其他的 比如佳能的24105F4 画质是好一些 但是它跟 适马的2470F2.8比的话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觉得光圈又小 然后你画质 又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完全没必要选F4 所以就是要我选的话 如果是价格一样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更加专业的 F2.8的光圈 也不会选择F4的光圈 并且多那么一点点焦距 如果你缺这个 105毫米的焦段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用全画负量机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HR4 它是有6000万像素的 但是的话 你是可以开启一个 叫做APS-C画负的模式 在这边第一个菜单下 这边有个APS-C 我可以把它给设置成打开 在打开以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6000万的HR4 在APS-C画负的模式下 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2600万像素的照片 那也就是说跟 比如说富士的XT30SD3一样了 那此时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 因为它使用APS-C画负模式 它要乘以1.5的交际转换系数 所以你其实乘以1.5的话 大家可以算一下 正正好是105毫米 对吧 所以其实你这个105毫米的焦段 给补上了 你用APS-C画负的模式 并且呢 我们之前要说过 光圈也要等效嘛 这2.8乘以1.5 它也是几乎等于F4的光圈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使用这种高像素的相机 在搭配APS-C画负模式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通过一种 比较取巧的方式 来获得105毫米端和F4的光圈 那我之前呢 在外面拍摄活动的时候 使用的是这个腾龙的 2875F2.8去拍摄了 那由于它这个会场是比较大的 我会发现呢 有些情况下 确实是需要105毫米端 那我就把这个HR3的 APS-C画负模式就给打开了 它大概也有一个 2000万像素的照片 基本上是可用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 比如说HR4这样的 高像素的相机的话 你可以这样用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只有2400万像素的相机的话 你大概只能够获得 1000万像素的照片 怎么讲呢 如果是拍摄活动的话 其实也是够用的 但是我觉得105的焦段 真的是没有2.8光圈重要了 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我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 就是如果要我选的话 同样都是7000多块钱的价格 我肯定会选择 2.8光圈的24-70 而不是选择F4光圈的